1928年4月23日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圣莫妮卡医疗中心 迎来了一个小生命 当时没有人会想到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她会成为美国1930年代 最耀眼的一颗明星 她就是秀兰 邓波尔 秀兰·邓波尔出生的时候 正是美国陷入 经济大萧条的黑暗时期 1500万人失去工作 9000家银行打币 700万人失去生命 政府甚至没有足够的现金 支付联邦雇员的工资 人们陷入了极度的焦虑和恐慌之中 而在这时 这个出生在圣莫妮卡医疗中心的小女孩 意外地给整个国家 带来了希望和心灵的危机 她用自己那标志性的金色小卷发 和带有浅浅久窝的天真笑容 让所有在黑暗大萧条时期的人们 看到了光亮 就连当时的美国总统 弗兰克林·罗斯福也这样表示 只要这个国家还有秀兰·邓波尔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2岁以前 秀兰·邓波尔总共拍摄了40部电影 包括亮眼睛 小叛逆 小安琪 等等众多筷智人口的经典影片 7岁那年 秀兰·邓波尔的风头 就盖过了克拉克·盖博 梅韦斯特 琼·克劳夫 等当时的好莱坞大牌明星 秀兰·邓波尔10岁的时候 他的片酬就已经达到了30万美元 另外还有20万美元的红利 这一金额 在那个时代 可以说是让人瞠目结舌的天文数字 而当时一张电影票的价格 只有15美分 秀兰·邓波尔以一己之力 拯救了当时濒临破产的 20世纪福克斯公司 12岁以后 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 少女时代的秀兰·邓波尔 魅力逐渐消退 观众无法接受 他们最喜爱的天心 已经长大的现实 作为一个童星 秀兰·邓波尔有一次转型的好机会 当时米高梅电影公司 一再向福克斯请求 要借用秀兰·邓波尔 出演绿野仙宗的女主角 而福克斯开出的天价片酬 成全了好莱坞的另一位明星 朱迪·嘉兰 与此同时 福克斯安排秀兰·邓波尔 出演小姑女一角 而邓波尔在小姑女中 因为身体发育 头发的曲线 已经被身材的曲线所代替 1940年 秀兰·邓波尔的父母 以30万美元的价格 买断了他和福克斯电影公司的合约 让他重回课堂 前往西湖女子学校读书 15岁时 秀兰·邓波尔 结识了中学女同学的哥哥 22岁的空军士兵 约翰·阿加尔 两年后 他们结了婚 这时秀兰·邓波尔还在演电影 但他已经把料理家务 看得比好莱坞更加重要 他对电影圈也逐渐开始厌倦 结婚后 由于丈夫一再酗酒 让秀兰·邓波尔十分失望 1950年 在女儿苏珊出生两年后 他们决定分手 离以后的秀兰·邓波尔 前往夏威夷散心 遇到了毕业于斯坦福和哈佛大学的查尔斯·布莱克 令秀兰·邓波尔惊讶的是 查尔斯居然没有看过他的任何一部电影 出于对前一次婚姻的谨慎 秀兰·邓波尔请自己的老朋友 当时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 埃德加·胡佛调查了查尔斯的背景 调查表明 查尔斯像苹果酱一样毫无杂志 1950年12月16日 他们举行了婚礼 婚后 邓波尔正式结束了19年的电影生涯 随同丈夫嵌居旧金山郊区 随后他们又生了两个孩子 成年后的秀兰·邓波尔 加入了美国的共和党 并成为了一名外交官 承认美国驻联合国代表 他曾于1977年4月 以外交官的身份到中国访问 秀兰·邓波尔曾支持过 美国的对月战争 这也成为他人生中 并不多见的争议之处 1972年 秀兰·邓波尔患上了乳腺癌 他勇敢地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 并成为第一个向公众 袒入病史的名人 他为防治乳腺癌工作 四处奔波演讲 2014年2月10日 秀兰·邓波尔在加州安享去世 享年85岁 他是上天赐给人间的游物 是全世界人们共同钟爱的小天使 他的一生中给穷人带来的欢笑 弥足珍贵 在人们的心中 秀兰·邓波尔永远活在了他的童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在的一年 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